佛光赵大帝 发息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彭爱伦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 由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主办 中华佛光青年总团 承办的2023年 人间佛教青年阅读研讨会 这第一站就在 台中会中寺登场 五位佛卿干部摇身主持人 和雨谈人 以新云大事的书《人海慈航》 怎样知道有关世音菩萨 作为主题一起通台 开讲 两位带领人导读 星云大事著作《人海慈航》 怎样知道有关世音菩萨 为2023年人间佛教青年阅读研讨会 第一站中驱场 揭开序幕 五位佛卿干部化身主持人 和雨谈人展开共同论坛 其中一位雨谈人 聊起他曾经被一个 白色身影给吓到 而佛光人运用佛法智慧 帮他化解恐惧的故事 有时就帮我当时掐着你算 然后感应一下 哦 你那是关世音菩萨 他看到你呢 这样子很紧张很害怕 所以他就很快走掉 当我听到关世音菩萨的时候 我的心就放轻松了 而且平衡了许多 就像书中所讲的 关世音菩萨寻生救苦 他给予终生不死这个无畏 精彩分享让台下将近三百位 线上超过一千三百位爱书人 收获满满 而冯王山文化院数位部主任 庙园法师 已向全场信心喊话 2023人间佛教青年阅读研讨会 第一站在会中四圆满 大批爱书人深入星云大师著作 找到人生旅途中的卫星导航 有的法师告诉我说 每一场的读书的人都好多 为什么 大家看到大师 他的听证 大家看到师父 他的法身设立 唯有跟随着师父的法身设立 我们必定能够在我们人海茫茫当中 找到我们的灯塔 严重音乐是台北台中 总和报道 会议论 不凡